我們來看這個食物的釀製 這個食物的釀製也是食物經由細菌的分解 我們曉得說你食物經過細菌分解的話就會腐敗 什麼叫腐敗呢? 腐敗就是說你細菌的話有一些不好的菌 將這個食物分解以後會產生毒素 那這個食物就不能吃了 那這個叫腐敗 那有些食物的話 將什麼呢? 將食物分解的話 然後就是說沒有毒素 然後改變這個食物的風味 那這個就什麼呢? 就不算是腐敗 所以所謂腐敗有沒有腐敗的話 那什麼呢?那是對人而言的 在自然界當中的話 只是什麼呢? 只是化學變化 沒有說什麼呢? 沒有說什麼好不好的事情 好,第一個我們看看什麼叫化效 化效的話就是說 利用酵素的催化作用 使有機物分解的過程 稱為這個化效 那你那個什麼呢? 你那個食物變腐敗的話 事實上也算是化效 細菌嘛,細菌當催化劑 把什麼呢? 把食物的話 改變了它的性狀 比如說 把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 或者是把 分解成氨基酸 或者是產生其他不好的毒素的話 這個也是什麼呢? 事實上也是化效過程 所以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比如說年糕 年糕花美的話 就不能吃了 年糕花美 因為年糕你花美的話 你吃的話會拉 會拉肚子 但是我們那個臭豆腐 臭豆腐你花美 花美的話你把它炸一炸 又很好吃 對不對?所以那個 好 那這個過程我們就要化效了 酵素為微生物所分泌 這些微生物包括橡皮菌、黴菌 其生存時間短 但繁殖非常快速 酵素的成分是蛋白質 因此在高溫下 酵素將喪失其催化的能力 日常食物中 滷酒醋醋醬油或優肉乳 都是利用 其實那個優肉乳就是什麼? 就是牛奶變酸 牛奶變酸的話 就是優肉乳 所以你喝那優肉乳的話 會覺得酸酸的 但事實上牛奶變酸就是腐敗 對不對? 那你腐敗的好的話 就是好 就是可以吃 你腐敗的不好就不能吃 就這樣子 好 都是利用的 發酵作用的 所製造出來的 或者是這樣講 就是說 在沒有控制的 這個腐敗下 那個是腐敗 不能吃 不受控制的 或是說 沒有經過衰選的 這個字 不受控制的 不受控制的 或沒有經過衰選的 不受控制或沒有經過篩選的 那種 那種 那個腐敗 叫腐敗 有受控制的 那個什麼呢? 那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釀 那個叫做釀 所以你釀這過程的話 事實上就是一種腐敗過程 是一種腐敗過程 那你的這個腐敗過程 如果受到控制 而且是受到篩選的 就是有一些腐敗過程的話 會產生毒素 那腐敗的食物 我們沒有辦法吃 那個才是腐敗 有些腐敗過程 有些腐敗過程 它是受到控制的 而且這個過程沒有產生毒素 那我們就可以吃 那那個就叫釀 就叫釀 就叫釀 就叫醞 就叫醞 我們看看再來這個酒 酒的話呢 是由這個葡萄糖 經過酵母菌發酵以後 變成酒精而來的 那這個成分 酒中含有酒精的成分 那這個酒是不是酒呢? 酒就是酒精的水溶液 它的原料 原料以這個水果 水果、骨類或其他含有澱粉或糖分的物質為原料 因為這個酒精是由葡萄糖 經過酵母菌發酵而來的 所以你這個原料裡面 一定要糖類才行 那製造的方法 製造方法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那個葡萄糖 最主要的化學作用 葡萄糖 O56 然後經過酵母菌 酵母菌以後 就變成了這個乙醇 2C2H5 OH 加這個 二氧化碳 這個酵母菌的話 酵母菌的話 酵母菌的話 它是厭氧的 討厭氧 所以你要把它密封起來 發酵的時候 你要把它密封起來 那密封起來的話 那你這樣的話 才有辦法發酵 你不把它密封的話 沒有辦法發酵 不過他這裡講的是說 製造石 必須隔血氧氣 否則 酒精會繼續發酵成醋酸 那問題是 問題是 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嗎 最主要的原因嗎 那可能不是吧 你這個什麼呢 你這個葡萄糖的話 葡萄糖的話 也不是說直接 你那個放在什麼 你把它放著 放著的話也不是說直接就變成 乙醇跟二氧化碳 你要放一些什麼呢 放一些下母菌下去 放一些下母菌下去 那 那當然的話 有些 有些可能 有些沒有放下母菌的 那個可能要放 放久一點 放久一點的話 才有辦法 不過通常有放下母菌 那你說 你說這個呢 酒精要變成什麼呢 變成那個醋酸 那你變成醋酸的話 不然的話 你要放那個醋酸菌下去啊 不然的話 你那個酒精 我們平常 那個酒精的話 你放很久的話 它也沒有辦法變成醋酸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原因 這個原因應該是什麼 應該這個 酵母菌 它是厭氧的 它討厭氧氣 你如果有放酵母菌 但是 還是把它開封的 它就不容易 不容易放下 應該是這個原因 結果你要把它密封 密封的話 它才容易發酵 你放酵母菌下去的話 沒有把它密封的話 它還是沒有辦法發酵 反正 你塗到糖 要變成酒精的話 你放酵母菌下去 要把它密封就是了 不能讓它碰到癢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種類 種類的話 有什麼呢 第一個 有釀造酒 釀造酒 釀造酒的話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 一開始的方法 就是釀造 直接什麼呢 直接把那個水果 水果 或是說 那個稻米 把它放酵母菌下去 可能放一些香料 或幹嘛 放下去以後 讓它發酵 它就直接釀造酒 還有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 針餾酒 針餾酒是什麼呢 針餾酒 是把釀造好的酒 給它針餾 那給它針餾的話 我們知道 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 酒 酒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費點比較低 就可以慢慢針餾出來 那針餾酒出來的話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針餾酒 它都是 它那個很輕 跟水一樣 很輕 那你那個釀造酒的話 就什麼呢 就很濁 很濁啦 我不曉得它怎麼寫 就是混濁啦 這個釀造酒 釀造酒是混濁的 這個針餾酒 它是什麼 它是清澈的 好 針餾酒說 將製酒的原料先發酵後 再精針餾而得 那針餾酒的酒精濃度較高 通常在40%以上 高粱酒 高粱酒 大驅酒 威士忌 白蘭蒂等 都是屬於針餾酒 那什麼是合成酒 喝成酒的話就直接什麼呢 直接把那個酒精啊 酒精啊 還有香料啊 香料啊 都把它混在一起 那個叫合成酒 在酒中添加各種藥材或香料 這個的話 叫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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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合成酒 像茅台酒 五家啤 生兒酒等等 都屬於這個合成酒 事實上就是酒精加什麼呢 加什麼呢 加香料 嚴格講就是這樣子 他還說用酒 用酒 比如說 用米酒 米酒 加各種藥材或香料 這個的話 反正就是說 在那個酒裡面的話 加入其他東西 這個我們就稱為 反正酒 這個釀造酒是什麼 釀造酒是說 一開始 就把東西放上去了 慢慢讓它發下 那直接變成酒 那這個就是釀造酒 沒有說 你變成酒以後 再把它加東西下去 這個就是釀造酒 所謂什麼呢 所謂蒸餾酒 就是說 你什麼呢 你把這個酒釀造好的以後 然後再給它蒸餾 這個我們叫做蒸餾酒 那合成酒就是說 你酒做好 你酒做好 酒做好 再把一些什麼呢 一些材料 什麼五家皮啊 什麼東西 再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呢 就叫合成酒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醋 醋的話 就是什麼呢 醋就是說 醋酸就是乙酸嘛 就把什麼 把這乙醇 把乙醇的話 那經過這個醋酸菌 那個發酵以後 就變成醋酸 那醋酸呢 這樣醋酸 就是什麼呢 就是醋的水溶液 大概是3%到5%的那個什麼呢 水溶液 我就說 你那個水裡面喔 有3%到5%的這個醋酸的話 那這個就是醋了 當然醋沒有人這樣做了 它裡面還有加一些東西啊 有些有加醬油 好像黑醋 黑醋的話 它裡面就有加醬油 白醋 那個白醋就沒有了 會有加一些香料這樣子 醋的話呢 是醋酸的水溶液 那它原料的話 也一樣 就是說有這個 穀物啦 水果或酒類 那自我 就把酒 吐露在空氣中時 因為空氣中 醋酸菌的吹化 導致酒精 逐漸氧化成醋酸 化學方式如下 就是說把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乙醇 經過什麼呢 那個 加氧 加氧以後的話 就變成了那個 醋酸 加那個水 也就是說 醋酸 醋的話就是酒做的 那種類的話 一般的食醋 一般的食用醋 約含3%到5%的醋酸 合成醋或化學素 則以醋酸 加水 及 加水和香料 調配合 就是化學素的話 或核酸素 它直接什麼呢 直接就把那個 赤酸加進去了 它就沒有 沒有經過 經過什麼 經過這樣 這樣釀造 那這個是有經過釀造的 就把酒 把酒的話 然後經過醋酸菌 變成什麼呢 變成醋 這個是有釀造過程的 但是呢 這個合成醋 它沒有釀造過程 它就直接把什麼呢 把那個醋酸 加到水裡面 加一些香料 水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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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 不過我是覺得說 你有釀造的 跟直接 直接合成的 這個 沒有什麼不同 那 那 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那個 口味 就風味 風味 不同的風味 而且的話 這個釀造過程的話 每一次釀造的 那個風味都不一樣 那這個 合成醋 它是 它是可以控制的 它每一次做出來 每一瓶 每一瓶醋 它的風味都是一樣的 像我們 家裡面的 那個 吃到那個醋的話 應該都是合成醋 很少會有什麼呢 會有那個釀造醋 釀造醋的話 可能什麼呢 可能是要自己做 不然的話 這個合成醋 它做出來每一瓶都一樣啊 那一陣釀造醋的話 有辦法做的每一瓶都沒有辦法 做的每一瓶都一樣 沒有辦法做的每一瓶都一樣 我們 我們家裡那個 合成醋 就已經很好吃了 對不對 那 記住 它這個直接什麼呢 直接是水加醋酸 就有了 好 那 合成醋 或化學醋 可以出 好 讓我們看第三個 有些水果 水果腐爛的 常有一股呢 酸味 這是因為呢 產生了水果醋的原因 那水果醋的話 它當然就是說 嗯 好 水果醋 化有股酸味 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次 有些那個 醋酸 好 那再來我們看呢 這個醬油 醬油的話呢 它是怎麼做的 我們剛剛說 這個釀造過程 它是什麼呢 它是 由糖 分解層以醇 再分解層的醋酸 得到的 那再來我們講的這個 醬油的話 醬油的話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分解蛋白質 這個是分解糖 醬油 醬油 所以你製作醬油 一定要有蛋白質來韻 那個黃豆 就是很很好的那個 蛋白質來韻 像那個什麼呢 像那個 豆奶 豆奶裡面就有蛋白質 所以你如果牛奶買 買不起 牛奶是蛋白質的主要 主要來韻 如果你牛奶 牛奶喝不起的話 那你就喝什麼呢 喝豆奶 豆奶裡面也有很多蛋白質 它原料就黃豆小麥 食鹽汗水 那製造的方法就是利用什麼呢 橘菌 分解黃豆中的蛋白質 經由發酵 而釀造出赤核色的醬油 那這個醬油成分 就小麥中的澱粉 受橘菌作用 這橘菌很厲害 它不但可以分解蛋白質 它還能夠分解澱粉 分解成 把這個澱粉解糖 彈類 而黃豆中的這個蛋白質 受橘菌的作用 分解成這個胺基酸 那食類上的醬油 有的含有人工 黃武劑過多 我選過時要特別注意 這個當然就是會話 就這樣子 醬油的話 是由黃豆奶做的 就是說 醬油是由蛋白 蛋白質做的就對了 蛋白質做的就對了